大家好 我是今天打了三千多字稿子 然後電腦無預警重開機 結果檔案沒有存到的黃靈 再次的影片是台版11月份抽卡未來是下集 還沒看過上集的可以點影片下方資訊連結去看 那就話不多說 直接進入正題 上集的宜裝克羅結束之後是初音加勘 公主既限定角色 後衛範圍輸出兼輔助 初音加勘是公主連結第一張雙人卡 本身會自補TP 造成範圍傷害 然後二技會提升範圍200內 角色物攻跟物爆持續180秒 所以初音加勘可以跟隊友一起越戰越勇 不過比較尷尬的是 公主既並不在初音加勘增益的效果範圍內 然後我比較不懂的是 為什麼公主既才登場兩個月 就要再來一個範圍物理角色呢? 初音加勘在9月登場後 在9月戰隊戰大衛王最高傷害的物理隊中有登場 打肥宅王最高傷害的物理隊是 公主靈 魔法提督莫妮卡 經初音加勘克雷奇塔 然後10月沒有多目標王 初音加勘就沒有上場機會了 目前打多目標王的樣本數不太足夠 評價還有待觀察 戰隊戰的話目前看起來是還不錯的範圍輸出角色 競技場的部分用起來跟六星魅弓87%相 只要有六星魅弓 初音加勘就可有可無 如果沒有六星魅弓的話 抽來打競技場還不錯 推圖的部分算還可以啦 因為初音加勘的UB是對前方範圍所有目標造成傷害 不像公主靈還有魅弓會有範圍的問題 總之 戰隊戰的玩家建議要抽 有六星魅弓的競技場玩家有愛再抽 而對於還沒滿等的新手跟沒有六星魅弓的競技場玩家則是建議要抽 可以順便補一下公主技角色跟其他的常駐角色 初音加勘結束之後是江戶深月 常駐角色終為妨礙間輸出 江戶深月的一技效果是束縛對面血量最低的敵人2.5秒 並小幅度降低雙防 持續12秒 一技開場第一個動作就會釋放 在開場敵人血量全滿的情況下 一技是固定束縛對面四號位 酒鬼在大部分情況下出動都是補四號位 所以如果對面是想讓四號位被酒鬼補TP之後一動UB 那江戶深月就可以束縛對面四號位 延後對面的UB時間 這樣子我方先UB就可以先把對面秒了 不過酒鬼很好欺負 用祈梨就可以中斷開場補TP了 所以欺負酒鬼的效果我覺得還好 江戶深月比較厲害的點是可以欺負泳裝咲戀 在有江戶深月之前 泳裝咲戀只要搭配莉馬或新年毛衣衛 那對面在大部分情況下都拿泳裝咲戀沒一輒 有了江戶深月之後 只要泳裝咲戀是在四號位 或是對面被泳裝咲戀補TP之後 想要移動後UB的角色再四號 那我方都能使用江戶深月去束縛對面角色 延後對面UB時間 只要抓到對面泳裝咲戀或是想要移動後UB的角色 那我方就能率先UB去秒殺對面 這個是江戶深月在競技場第一個用途 然後江戶深月二技會範圍詛咒對面角色 UB則是範圍詛咒對面角色 而對於身上已經有詛咒的角色 就會被深月下惡咒 惡咒是傷害很痛的持續傷害 持續傷害是不看防禦力的 所以拆坦很好用 江戶深月拆坦的效果非常不錯 以上兩個效果讓江戶深月成為了很不錯的競技場角色 也很適合在3v3芒達使用 我給她的評價還蠻高的啦 競技場玩家蠻建議要抽的 至於戰隊戰玩家跟還沒滿等的新手 就有愛再抽吧 江戶深月結束之後是天使姐妹復刻池 這次有專武 這兩位都是常駐角色 在HARD關卡就可以刷碎片了 所以不太建議花鑽石下去抽 台版天使姐法還不能刷 不過就快開放了 簡單說一下評價 天使姐法在後續戰對戰高傷害手動刀有一些登場機會 還沒有的玩家建議要努力刷碎片 加倍期間可以重置去刷 盡快換出來 至於天使妹法的話 沒什麼用 有愛再刷 天使姐妹復刻完之後是江戶小雪 常駐角色 後衛魔法破防 輔助兼補師 一技是單體補血 二技是補我方TP最低角色的TP 並範圍提升我方角色魔攻 UB則是提升我方全體魔攻跟行動速度 並降低敵方全體的魔防 江戶小雪在戰隊戰的表現只能說整個就很扯 是法隊鐵三角的成員之一 法隊鐵三角的成員分別是真步 專武四字花跟江戶小雪 每個月都會在一堆高傷害法隊手動刀中一起登場 每個月至少會有兩個最高傷害的手動刀要使用這三個角色 所以對於玩家來說 要把這三位成員用在哪一隻王 就是個蠻頭痛的問題 畢竟卡了三個角色 用在A王之後B王就沒辦法用了 反正江戶小雪在戰隊戰有一大堆上場機會 是戰隊戰玩家必抽的角色 沒抽的話影響蠻大的 至於競技場玩家跟還沒滿等的新手 就有愛再抽吧 江戶小雪結束之後是富婆克雷奇塔 不知道這位是誰的 可以看一下影片下方資訊欄連結 我之前有介紹過這位的來歷 是在主線劇情第二部登場的角色 富婆是限定角色 後衛破防輔助兼輸出 1技對前方範圍250造成傷害並永久破物防持續180秒 不過這個破物防的效果只有第一次施放1技會有 後續的1技就沒有破防效果了 2技是持續恢復我方全體的血量跟TP UB則是對前方所敵人造成傷害跟降低物防 前方目標越多 傷害量跟破防量都會越高 富婆是一個綜合能力蠻不錯的角色 在戰隊戰競技場跟推圖都有上場機會 先說戰隊戰 富婆擁有不錯的破防 還可以的輸出 還會補隊有TP 在多目標的表現非常不錯 但奇妙的是富婆不只多目標王有上場機會 連單體王都有上場機會 日版10月二王最高傷害的物理隊就有用富婆 富婆目前在日版登場2個月 有出現在3個最高傷害的物理隊中了 是一個很實用的角色 接著是競技場 在對面5個角色的前提下 富婆UB可以全體破防300多還能有一定傷害 配合其他範圍物理輸出角色還不錯 進攻跟防守我都有看到有人使用 而在推圖方面 富婆也是相當好用的 畢竟她的破防沒有範圍限制 是全體破防 存TP的話 可以開場就把對方全體破防 搭配初音加勘的全體傷害 非常好用 總之戰隊戰玩家 強烈建議要抽 競技場玩家鑽夠可以抽來玩 不夠可以PASS 至於還沒滿等的新手 鑽夠建議要抽 綜合能力還不錯 富婆結束之後是萬聖復刻池 裡面是萬聖人跟萬聖美孝 先說萬聖人 限定角色 中衛物理範圍輸出 傷害已經遠遠跟不上時代了 倉管已久 有愛再抽 然後是萬聖美孝 限定角色 後衛魔法妨礙輔助兼輸出 各項能力一樣是遠遠跟不上時代的 也是個倉管 有愛再抽 跟萬聖復刻池同時的還有 泳裝真步復刻池 限定角色 魔法輸出 輸出能力比不過六星進化沒什麼用 一樣是有愛再抽的角色 復刻池結束之後是個可愛的狗狗 萬聖狗拳 限定角色 前衛物理單體輸出 萬聖狗拳的1技 2技跟UB 都是要敵方血量越低 效果越好 是個喜歡補刀的狗狗 萬聖狗拳的表現大致上是這樣 當對面滿血時 萬聖狗拳就是超級弱化版的六星狗拳 當對面血量不多時 萬聖狗拳表現跟六星狗拳差不多 當對面殘血時 萬聖狗拳的表現會比六星狗拳好一點 雖然六星狗拳在戰隊戰表現還不錯 會出現在最高傷害的隊伍中 不過強度並沒有強到會讓人想借狗拳來再打一刀 所以就算有狗拳2345678號 也會只用到一隻而已 萬聖狗拳在十月戰隊戰沒什麼表現 我是沒有看到有完整刀用萬聖狗拳的作業 萬聖狗拳唯一的用途大概就是收血量超級殘的王了 像是血量剩個100萬到500萬那種 打中殘血王萬聖狗拳的表現會比六星狗拳好 總之 戰隊戰的玩家賺夠可以抽來玩 不夠就pass吧 至於競技場玩家跟還沒滿等的新手 建議是有愛再抽 狗狗 結束之後是萬聖紡希 這次有專武 限制角色 前衛物理妨礙坦克 萬聖紡希是個用來競技場防守用的坦克 特色是UB會對敵方物攻最高的角色特大降低物攻跟行動速度 萬聖紡希有專武之後 沒有翻身 還是被各種隊伍用各種姿勢欺負 目前在競技場使用萬聖紡希防守的玩家很少 競技場玩家賺夠可以抽來玩 不夠就pass吧 戰隊戰玩家有愛再抽 至於還沒滿等的新手 萬聖紡希還不錯 會嘲諷 會自補 硬度跟生存能力還行 缺推出坦克的話 可以抽來用 萬聖紡希結束之後是萬聖暴攻 場主角色後衛妨礙間輸出 萬聖暴攻的技能都是針對對面物攻最高角色的 然後1技2技跟UB都要對面角色處於魅惑或混亂狀態時會有特殊效果 萬聖暴攻會爆打對面物攻最高角色 還會偷他TP跟束縛 不過技能都是單體 然後在競技場想要搭配到魅惑狀態沒有那麼容易 除了開場配合老師魅惑之後可以穩定搭配到 後面要搭配到魅惑狀態就只能隨緣了 在競技場不是很好用 上場機會偏少 對所有玩家我都是建議有愛再抽 萬聖暴攻結束之後是受到蘿莉控喜愛的萬聖進華復刻時 先體角色後衛純輔助 萬聖進華1技2技都是幫我方角色加魔法攻擊力 UB則是幫我方全體加魔法攻擊力以及降低眼前敵人的魔防 萬聖進華在戰隊戰已經蠻久沒看到有人使用了 有點過期 而在競技場可以搭配俠坦隊來使用 是目前唯一出動可以幫魔攻最高角色加大量攻擊力的後衛 在競技場還是有一些上場機會的 對於戰隊戰玩家來說 有愛再抽 對於競技場玩家 鑽購建議抽 而對於還沒滿等的新手來說 就有愛再抽了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啦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